什么是墨西哥鼠尾草 听说在网络上买得到 那都是不合法的 传说有飞行效果 实际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千万要小心 墨西哥鼠尾草吸食后可能会产生幻觉 不但对身体有害还违法哦 科普一下墨西哥鼠尾草 一般的鼠尾草会用来做香薰 精油等 其中墨西哥鼠尾草原本是墨西哥瓦哈卡州的特有种 在当地用于宗教通灵仪式 当中成分含有名为沙维诺林A的天然活性精神物质 你以为的墨西哥鼠尾草 听说可以到达另外一个地方 像是去到奇异世界或是有飞行效果 这些都是错误观念 实际的悲惨状况 使用沙维诺林A会有迷幻作用 造成时空错乱 也可能会产生幻觉 定向障碍 眩晕或恶心呕吐 一旦滥用 恐怕会出现妄想幻听等症状 严重可能会导致精神障碍 不到西时 对视觉 大脑构思 情绪和周边感官 可能都会产生异常的刺激与混乱 损害记忆和行为 像是健忘 短期和长期记忆皆丧失 造成的影响非同小可 其实墨西哥鼠尾草可能是一时好奇 但引发的后遗症却是你难以想象的 墨西哥鼠尾草是新的毒品吗 行政院业已于111年7月4日 将墨西哥鼠尾草及其活性成分 沙维诺林A列为第三级毒品 试用 持有 转让与贩卖真属违法 会有刑事或行政的处罚 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啊 拒绝毒品 迎向健康人生 教育部关心瓶